为人比人气死人 那么孩子的才艺学不完 纠结的事情就更多了 那么从商人的角度来看 从婴幼儿到青少年 相关的产业可以说前景无限 父母亲呢自己省得很 但对孩子都很舍得花钱 在上海这个经济大都市呢 家长各个讲究 像是儿童的职业体业营 一年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 很多家长把起跑线越拉越早 现在三岁以下的孩子就送去上学 他的学费比MBA 还要贵 变成青花 跳跳跳 小池大老师来了 家长为了让孩子迎在旗袍点上 连爬行都得付费学习 其实爬行是一个 出大动作发展的一个基础 爸妈带着两三岁大的小孩 跳呼拉圈 运用徐收肌肉 过五官 斩六驾 我是怪物 这位孩子王老大 本身是艺术家 还是孔子后代 被教育自有一套看法 我想 然后有快乐的同年 我不要还不错的环境 我一定要好的环境 这个没有不错 这个词 跟传统中国父母只看中分数 才艺不同 他更想让女儿早点跟小朋友交流 认识社会 一岁半就带他到早教中心上课 以前看过十个差不多 我觉得是他的体质 体质很豐富 他钱收得很高 而且他们还就是必须要有上海的户口 大陆早教中心 类似台湾托儿所 但年龄更小 特别针对零到三岁的儿童 进行潜能开发 感觉统合 双骨教学 短课程 六岁前其实是大脑神经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那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激活他 这间全天后早教中心 一个月学费三万块左右 一年就超过三十六万 大约是公立幼稚园的十倍 也比MBA学费还要贵 他爸爸就说 我自己的学费大概是他法国的一生的那个学费 因为他在法国很天宜 但是他真的很快乐 所以我们也记得 上海家长一看到你这里 好一看到你的失资 马上不减 连折扣都不要求 台湾家长几乎都会要求折扣 全校二十七个学生 埋自十个国家 宛如小型联合国 本地生跟外国学生各占一半 两位老师同时教七八位学生 环境干净 小班教学 获得家长青睐 学校一年进账千万台币 我把医疗高于教育 因为我发现说 你如果家长去看医生 医生说什么 家长都不会说话 只要小孩子能够快乐学习 家长不论付出多少都心甘情愿 从他们出生开始 每一步都是上机 第一个小朋友很棒 你也很棒 小小消防员紧急出动 不只一个分量争争 也启动了一场更激烈的儿童争夺战 机长跟空姐通通缩小了 由这群三到十三岁的孩子们角色扮演 两百多瓶缩小版的成人世界 提供四十多种工作让孩子体验 最大特点是绿教育乐 孩子们辛苦工作后还能赚钱 玩点玩具也就够了吧 从下来他们知道 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可以赚来钱 让孩子常常做大人的滋味 上海第一家儿童职业体验乐园 每年游客冲破二十万人次 短短五年就开了七家店 经营是有诀窍 盈利不能只靠名票 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造费平台 其实就是一种品牌植入 在儿童喂奶包寿司的同时 商家把品牌跟服务潜移默化给他们 谈算着未来的生意 而家长正是出手最大方的消费者 一百三会贵吗 还可以不准贵 四小时你说全部玩到肯定玩不了 但是只要一个两个 以后再来几次嘛 当初开业的时候 我们大概选了有三千家企业 最后跟我们谈合作的就剩下 大概不到五家 剩到五年后的今天 我们百分之九十九了 基本上都是由商家来组成 现在大陆十四岁以下的儿童 就有两亿两千多万人 政府在开放单独二胎后 更让儿童市场前景看好 一来是我们是要会赚钱 而且我们会赚大钱 但是第二个是说 我们希望中国的孩子 能够从他们下一代开始 就从我们的二胎开始 能够让孩子们从出生 就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的 开放的学习的方式 小人国里的大生意 充满无限可能